我們下午先從這個試算表 Google試算表雖然它是像Excel一樣 可是我們把資料不來用 就很好用 那這個部分 也一直是WebDuno的強項 也就是說其實 老師您可以發現 如果你有用Arduino也好 或者其他的開發版 最大的不同 因為WebDuno原生就是跟網頁比較相關 所以你會發現 它只要跟網頁的這些應用服務做結合 相對都比較容易 不代表說背後技術不複雜 只是說他們都會把它做得比較簡化 讓你在這個串接上 相對可以很快的就接過去 那Google試算表算是它很早前就開始用了 所以呢待會我們會請大家就是 在你的雲端硬碟上 建一個Google試算表 來使用 那你不需要那個直接 就是開新的 我這邊有準備一個 減量與檢討室 準備好的檔案 就只可以拿複製就好了 你就直接建立副本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待會我們會 使用到的主要就是 第一個 要有一個雲端硬碟的上面的Google試算表 第二個 比較重要的就是你共用的權限 因為我要讓你的板子有寫入的 這個權限 它才能夠把資料寫進去 當然如果你只是 很單純做讀取資料的話 不需要 檢視就可以了 沒有寫入的話也是可以 但是大部分我們都有寫入 好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那麼 OK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囉 這裡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有一個禮法 這個檢討室的範例 我覺得有一個很不錯 就是 你 配合我們Google試算表 可以做Google翻譯 也就是說比如說我今天打了一個 中文 假設我輸入一個中文 它可以幫我直接透過 Google試算表 它基本上跟以色列一樣 是有很多函數 對不對 那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你打進去之後 我就幫你翻成 英文 幫你翻成日文 這樣就可以馬上 做翻譯機 或者我 打英文給它 它就跟我講 這是什麼中文 類似像這樣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以前我沒有這樣用過 我覺得效果也蠻好的 蠻好的 它可以翻譯的當然有很多 可以翻譯的語氣 非常的多 OK 那我們 先看到 簡報的69頁 簡報的69頁 您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四狀錶的連結 所以您可以從下面這邊把這個連結 這個block 我放到block裡去了 沒關係 您從這個 把它打開 我應該是放四狀錶連結 欸 喔 稍微刷到 網址我好像貼錯了 冷了 我看一下 來 沒關係 這裡 我先把它修正一下 四狀錶這裡修正一下 還好 又付過簡報 馬上生效 OK 來 老師您 稍微看一下 我這下面這個 超列鐵墊 有嗎 同步稍微變了 好 這個 視算表在這邊 您可以打開先看一下 裡面 我記得有四個視算表 就是四個分頁 您看下面 有四個分頁 有沒有 1 2 3 4 一個翻譯機 一個初級 一個中級 高級 那這個初中高是那個什麼 國小的那個 英語的那個詞彙 這邊都已經弄好了 我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想說要打那麼多 所以 我就先借用它的這個 檔案來 那麼您可以看到 像這裡 中文 英文 日文 韓文 對不對 上面只是一個標題 第一行 這裡 它只是一個標題 你看下面這裡 這個是自己打進去的 待會我們呢 如果輸入的時候 我就直接輸入到這一格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函數 如果翻譯的函數 直接把我現在的 A2這格 就是輸這格 從 原本的中文 翻成英文 你看右手邊 日文這個 從中文 有沒有翻成日文 所以 你打了一個字之後 後面就不用了 字都自動翻出來 這樣也蠻方便的 大部分單字的部分 正確率應該蠻高的 不管說百分之兩就正確 但是至少正確率應該算蠻高的 所以呢 您可以像這樣子 但是待會呢 老師當然就不要直接用這個檔案 不然我們就強風了 所以呢 您先自己登錄一下你的Google市場表 來這邊把它存成副本 建立副本 檔案這邊 建成自己的副本 檔案這裡 建立副本 把它存到您自己的雲端硬碟裡面 自己的雲端硬碟裡面去 好那我就確定囉 進來的之後呢 因為是你自己個人的 所以說 預設當然就沒有跟外面的人共享 因此呢 您的權限 要麻煩您到右上角 共用這個地方 針對你自己的這個 共用 把它設定一下 進來之後 往右上角的共用 按一下 那我現在呢 因為只有預設自己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改掉 變成是知道連結的 使用者 都可以 你如果老師是跟我一樣用學校的信箱 留意一下他預設分享的時候是只有同學網域的 這樣還是不行 因為權限還是不夠 你必須要用知道連結的 這裡 知道連結的 但是不能只有檢視 我還需要能夠編輯 還需要能夠編輯的 一個權限 好 這樣就OK了 這樣待會呢 我們用這個 視算表的時候 你就有寫入的權限 現在老師OK了之後 你把69頁這個範定 你可以把它打開 69 69 這裡 打開 但是因為我們網址 就是你的那個 視算表的網址 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 您可以 把您自己的 自己的這個視算表的網址 把它複製起來 找自己的 不要找到他 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們就 把他的這個 把它更換掉 就是原本他視算表裡面的那個 網址 這個地方 換成您自己的 那下面這些都一樣 就是你的工作表的名稱 還是叫翻譯機 對不對 哪裡 你看下面 這個下面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的視算表的 名稱 這個分頁的名稱叫做翻譯機 所以沒有問題 只是預設啦 如果平常老師預設開一個新的 那個 Google 視算表 根底 叫做什麼 工作表1 工作表2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OK 現在呢 您可以看看 我們稍微把它的層次 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不好 你就不用自己寫 那 Google 視算表的功能 是屬於擴充工具 所以 你可以從這裡 找到 擴充功能裡面 這裡 就可以看到 他這個功能 其實就是以前 那個付費的 加強版 也就是他原本 免費就有一個 但是呢 後來他還有一個加強版 他也把它 弄到這邊 所以我們在這邊 載入 然後你要讀資料 存資料 通通都在這個 機目裡面 現在很單純 就是把它載入 載入之後呢 你看喔 我們這邊 綠色怪獸這個還好 按A 唸出英文 按D 翻譯中文 你看按下A 是說請你輸入英文 有沒有一個重要方塊 我們可以自己打進去 他就會把它唸出來 這個是我們之前 對不對 有體驗過的 那你看一下按下B喔 按下B 沒有錯 按下B的時候呢 也是 請你輸入中文 輸入中文 在對號方塊 請你輸入 可是輸入之後 我是要把它寫到四章表面去 所以他有一個機目叫做 寫入四章表A2 就是我們剛剛來的 你看一下 事實上表的A2是這個 也就是你把中文從這裡打進去 那我存進去之後 存進去之後 各位要記得喔 存進去是不是要讀出來 因為你存進去之後 後面 B2 C2 都會自動翻譯成相對語言的文字 你今天還沒輸入之前 那個當然就不會變 可是你輸入之後 我必須要從這個時間點把它讀出來 讀出來 那你要讀的 如果你是英文 我是不是要念 把B2讀出來 所以他就順便加上 有沒有 就把我們早上講的字就帶進來 都一樣 所以 在這邊 即使你用模擬器 也可以 所以很好玩 他不需要 一定要有的板子 這樣都可以執行 所以我執行一下 現在 按A 按B翻譯 那我現在按B B 好 我輸入一個 入管會不會翻譯 英文 我不知道地理不知道行不行 這個Google翻譯不知道行不行 我沒有試過 打個勾 有 入管 有它有唸出來 但是我想跟我們知道的應該不太一樣 好 再來一個 我們比較常見的 這樣好了 學校 School 有沒有唸出來 沒有 有翻出來 對不對 比較常見的那個單字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剛好也可以 讓大家 了解一下 你的Google市場表 要怎麼用 怎麼寫進去 怎麼讀出來 那你讀的時候 它這邊還有變數 這個變數 就是說 粉紅色 粉紅色 這個應該算 比較偏 紅 就是淡紅色的 這種 這個是變數 雖然 我們 一般標準寫程式 比較鼓勵大家 變數 還是不要用中文比較好 可是 在Squatch 在Webbit 基本上還算OK 但是 還是容易遇到 萬一你的 編碼 有衝突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會出錯 但是簡單的應該是還算OK 好 那這樣子 大家對這個 Google市場表的 讀取 有沒有點 概念 那這邊它的多功能語言學習機 其實就是在把什麼 在把 語音辨識的那個功能再加進來 也就是說 你現在 打進去它唸出來了 可不可以自己像我們以前那個語言學習機一樣自己錄音 然後再去比對一下 再去比對一下那個單字 不過我必須講 老師不知道有沒有注意過 請問你們現在自己 打字的機會高還是低 自己打字 現在我都發現我打字比較慢了 因為我現在很多時候都很偷懶 語音輸入 可是 重點來了 既然是語音輸入 請問 會不會錯 會錯 什麼時候錯的機會比較高 我不知道 以前老師剛轉換成用語音輸入的時候 你都怎麼 去做輸入 你是一直講下去 還是一次講一個字 因為如果你是一次講一個字 其實錯誤率很高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簡老師這個範例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是不是學單字 你只給他一個字 比如說我說路 那路就有很多啊 是馬路的路 還是那個路港的路 還是路鷹的路 有沒有同音異字很多 所以正確率會非常低 但是如果你講是一串 因為他有前文後文 他就可以根據這個是做前後文的 去分析 去找到你的那個正確字 所以這個範例我就不介紹了 因為 你實際測的時候你會發現 誰要哪哪才啊這 不是你發音不好 是因為你只念一個字 英文也是一樣 念一個字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結果 但是你可以了解一下 他也可以這樣做 OK 好 所以我們那個 Google視訊表 就先暫時到這邊 如果老師想要試看看 我們可以把早上的那個什麼 早上我們不是有偵測 光線亮度跟溫度 會不會寫進去 可以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來試試看看 一樣 請老師 自己準備囉 這個我已經變了 剛剛的 那這個 我就不要了 我可以把它關掉 或者我增加一個 我就針對剛剛那個視訊表 我直接增加一個工作表就好了 那你的網址就不用變了 網址就不需要變了 我再增加一個 我要來記錄 我們的溫度跟濕度 不是濕度 那個亮度 好 這裡太多了 OK 我現在這個是工作表 那 我比較建議老師可以的話 就是你的第一輪 可以打上就是那個 藍位名稱 不然以後你再看這些資料知道這是什麼 比如說這是亮度 第一個是亮度 左邊的亮度好了 然後一個右邊的亮度 再一個溫度 所以我先把藍位名稱 先打進去 然後給他一個 這樣 OK 那我現在這個工作表 你只要產生西哥的工作表多少 這個號碼 那我們就用這個 我們自己寫看看喔 好不好 其他的 我把這些記錄都丟掉了 我只留一個 我們的 那個開發板的記錄 我們自己寫看看 好自己寫看看 先從左手邊 左手邊擴充功能 載入 視算表 你找到 載入視算表 現在我要用的是這個 就是剛剛那個網址 你把它複製起來 對不對 視算表的網址 把它複製起來 同一個檔案 但是工作表的名稱 我現在不一樣 是工作表要誤 所以不同工作表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不同的資料 資料表 來使用 即使是同一個檔案 沒有關係 好我現在就可以把它載入進來 那待會我是要不斷的去偵測 我們的那個 光度跟 就是 那個叫做溫度 那我先找到 重複裡面 我做幾次就好了 就十次這樣應該可以 就不要做太多了 你要一直寫下去也可以 只是要寫很久 我把它拿進來 再重複這邊 我們拿一個這個 重複的 那現在是要把它寫入 可是寫入之前 我要先偵測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偵測 我們偵測的話 我現在用 這個 三個 變數好了 我們從左手邊這裡 你找到這裡 我們可以設定三個變數 一個 兩個 三個 變數的名稱 你可以從 從這邊 變成一個新的變數 我要把它叫 那個 這個是 左邊 其實那個名稱你自己訂沒關係 只是我自己習慣 就是還是用英文 因為 用中文 比較怕會有錯 好 再來 還有一個溫度 Temperature 我好像有聽錯了 好 沒關係 像這樣 就是我現在設 三個變數 什麼名稱你自己訂喔 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或者你要A1A2A3也可以 但是很簡單 只要你知道 那個變數 是 哪一個就好 好 那現在我就要把那個數值拿出來囉 所以你看我現在找到跟開發板有關係的 偵測光線和溫度 我就個別把我所偵測到的這個數值 你看左上的 好 再一個 右上的 右上的 再加上一個 溫度 這樣 就對應到了 對應到之後我就可以寫進去囉 就可以寫進來 所以我 寫入 還是要找誰 是不是還是要找四算表 要把它寫入 所以你看我點到四算表 我們就把 這個 四算表的資料把它寫進去 儲存格的資料 來看一下寫入 讀取 寫入 在這裡 對對對 這個 來放進來 但是兩個欄位是不夠我用 所以我要再加 但是如果 可以的話 我們應該順便記錄一下日期時間吧 對 對我少了對不對 日期時間 早上有提到 是不是要再偵測這裡 偵測這邊 待會等一下我把它弄出來 不用變數沒關係 好 那我就從這裡 這個地方 齒輪 先按一下 這樣 有沒有 欄位不夠是不是就可以丟進來 WIPER DUNO本身的那個 Blocket積木 他就是都是 像這樣 那如果我要多 預留兩個欄位 我就 再 丟 兩個 就是一個 我想要多寫 日期 一個 多寫時間 然後再來才是 左邊的亮度 右邊的亮度 再加上 溫度 T 所以我就補個欄位了 在這邊 補個欄位 好 老師到這邊OK嗎 在我跟上了 那 現在呢 因為我左手邊已經是什麼 已經是那個 有設定變數了 所以我只要 在這裡 把變數帶進來就好了 變數 好 左邊的 我放到 第三個 右邊的 放到 這個 再來 溫度溫度 放到這裡 那我的日期時間 我就可以從偵測裡面直接放進來囉 這裡我就不變 不把它做成變數 把它放進來 像這樣 這樣我就可以寫入合 寫入合 ABCD 像這樣 老實要留意一下 因為我剛剛在這裡 是不是只留了三個欄位 我在這裡 現在只有三個欄位 那 我變成要 在左邊先再補一下 滑在我的左邊 我先向左邊插入兩個 補一下 一個是日期 一個是時間 像這樣 所以我的 這邊 把相對應的欄位都把它補起來 日期時間 加上亮度 左右的亮度 跟這個溫度 那這樣補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跟這裡做 做一個對應 最下方 最下方 喔喔喔喔 對對對 因為我要寫在它的下面 對對對 所以這個地方 老師剛好提醒我 從四傳表的最下方 因為我現在是不是已經有一欄 所以我要從下面 不過它最上方便是寫在上面 好 這樣沒問題囉 但是這樣十次很快就寫完了 所以你可以 加上一個 等待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常常在等待 這樣讓老師看得比較清楚 我先等兩秒鐘來寫 好 那我們就執行囉 執行下去 好的 我們看看有沒有寫進來 有沒有一個 兩秒鐘之後 再寫第二個 再寫第三個 只是因為我現在用模擬器 所以數字都沒有變化 但是您如果是透過 就是USB或WiFi 這個數字 您就隨時可以 把它 改變一下 讓它變化 稍微 讓它變化好了 有 這樣老師有了解到 以前要寫這件事情 叫做要學西口語法 叫做要學西口語法 印色 然後update delete 然後slate 這些我必須要去寫 要去學習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使用 但是現在 把它當資料庫 我們就可以變得很簡單 這樣 這樣老師有沒有成功 可以了 所以 您透過這個方式去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web.io在 Google試算條 當資料庫這一塊 確實蠻方便的 那 一樣的方式 我們可不可以把 如果你不是自己手邊的設備 我們可不可以有很多那些公開的資訊 天氣的資料 然後水勤 設計是不是公開資訊 Open data 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把它寫進去 在web.io網裡面 它有一個叫氣象資訊 這是我們簡報的70頁 70頁這邊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